我跟一個學妹在這個登機門 你知道登機門跟客人 進出的門是同一個門 那那個時候我跟這個學妹要準備 我們已經到落地了 我們準備要跟外面聯繫 我們準備要開這個門 正常來說 那個門你必須按照步驟 把它轉變到安全的情況之下 機門打開 客人出去對不對 好 那我站在旁邊 學妹在準備操作這個門 她操作到一半的時候我說 等一下 走開 我就火了你知道嗎 怎麼了 非常非常重要一個步驟是 那個門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移動的動作 要把那個門從緊急逃生的狀態 變成正常常常常的狀態 她沒做 她已經做了下一個步驟 準備兩聲給外面的地勤 因為外面是有人的 空橋接過來外面有人的 準備跟外面地勤說 OK了 你可以開門了 因為開門不是我們開 一定是外面地勤開 我跟你講 她沒有把那個門 轉變到安全情況之下 會怎樣 整個救生環還會打出去 外面的人會死掉 還有 好 艾倫曾經是空服員 你說你是非常嚴厲的學姐 多可怕 對 因為其實我是應屆畢業 就進入航空業的 然後再加上 其實在工作上一路都很順利 而且我自己是摩羯座的 我對我自己要求非常地嚴格 所以我大概進去 大概四五年的時候 我就升到事務長 這個職機 就是整個機艙裡面的 對 我們是 Cabin Service 我就是事務長這樣子 那有一次這個應該是說 我跟一個學妹在這個登機門 你知道登機門跟客人進出的門 是同一個門 那那個時候我跟這個學妹要準備 我們已經落地了 我們準備要跟外面聯繫 我們準備要開這個門 正常來說 那個門你必須按照步驟 把它轉變到安全的情況之下 機門打開 客人出去對不對 好 那我站在旁邊 學妹在準備操作這個門 她操作到一半的時候 我說 等一下 你走開 我就火了 你知道嗎 怎麼了 非常非常重要一個步驟是 那個門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移動的動作 要把那個門 從緊急逃生的狀態 變成正常 平常的狀態 她沒做 她已經做了下一個步驟 準備兩聲給外面的地勤 因為外面是有人的 空橋接過來外面有人的 準備跟外面的地勤說 OK了 你可以開門了 因為開門不是我們開 一定是外面地勤開 我跟你講 她沒有把那個門 轉變到安全情況之下 整個救生環還會打出去 外面的人會死掉 所以我是不是馬上現場 就抓狂了 是... 把它開開 斗開 然後我自己來做 然後其實辦法什麼東西 我也不太記得 可是我那時候 整個人火冒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開關門是最基本的安全 這是空服員裡面最基本的安全 我會覺得你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線 你不是來實習的 你已經有資格 真的犯了一個不能原諒的錯誤 對 你有資格跟我在這裡 你犯了一個不可原諒安全上的錯誤 這是我個人覺得當空服員 非常非常... 我不能接受的 我整個人爆架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一直到後來 隔了一段時間 大概隔了幾年 後來一個學妹說 你那時候罵的是 你怎麼不去死啊 我... 他真的 我就這個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747的那個有樓梯 他在上面 他頭等舱子 那我們在樓下開門 我就看到你的罵 你怎麼不去死啊 我說我... 所以我其實常常就是 我根本不知道 我做了多麼殘忍的事情 可是我們是不是每年 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會發一個沒有說 我以前對不起你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都不會改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是主持人 我如果改了 如果我放鬆了 那健康班機其實... 尷尬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可以理解 你剛剛講的 那個是一個很致命的錯誤 是...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你改變了 因為其實九號事件 當時發生得太過突然 對於航空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寒冬 而且你不知道會到什麼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航空公司 就決定了做一個縱向猜測 就是不管空地 疫情全部就是很大批的裁員 那那個時候才到我了 其實當下我自己是非常不能接受 第一個 我從一進公司 我兢兢業業 一路順利升遷 如果我真的很爛 我應該不會四五年 就是鬧事務長吧 然後再第二個 其實在那一年 911那一年 我得到了一個就是 零缺點空服員的獎狀 那個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 就代表我至少 對 零缺點 然後再來在那個裁員之前的一趟 那其實都會有 我們算是資深的學姐 Advisor她會來跟飛 來確認我 我是不是有實際操作到 事務長所有的事情 我那一趟的考核表是98分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兢兢業業 公司所有規定的事情 我都是一一照辦 照辦到連學妹都怕我 學妹都不敢跟我飛 學妹都害怕 然後我也很認真的在做所有的事情 那為什麼今天這件事會輪到我 後來那我就跟就是他行的資深事務長在聊天 我們就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資深事務長就說 你傻 我說 怎麼傻呢 他說 薪水你發的 我說 也不是 公司發了 他說你不發薪水 你這麼嚴格 你管這麼多 幹什麼呢 弄到後來也天怒人怨 也沒人喜歡你 所以到後來我想想 好像也是 我管那麼多 所以後來我進到了購物台的環境之後 你知道現場也是一個團隊 那你知道嗎 我後來進了購物台之後 從來沒有一個人說我兇 大家都對我滿好的 所以可能也是一種改變吧 OK 也是那時候歷練 然後發現 真的是不是 幹嘛要搞得到大家不開心 對 好 有時候得罪人 負上的代價滿大的 婆婆你曾經得罪過製片 錯失了跟楊子瓊演戲的機會 那都沒搞頭了吧 卧虎長榮 本來他就是那個飛來飛去的 有 真的跟卧虎有關係 對 反正就是我在香港發展 然後也沒有經紀人在旁邊 就我一個人在那邊闖蕩 那那時候就是因為另外一部電影 有認識了楊子瓊姐姐 然後剛好他要再拍另外一部電影了 然後就剛好有一個角色 然後我就去試鏡 然後就跟那個導演碰面 然後那個導演就是臥虎長榮的攝影師 然後剛在美國奧斯卡拿到最佳攝影獎 就等於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然後又是楊子瓊姐姐 他要當製片的一個電影 那我去試鏡 我也試上了 那當然很開心嘛 對不對 那因為那時候之前我才 在跟黎明大哥才拍完一部電影的 然後就順勢要來拍這部電影 然後就覺得就是很棒的一個 一個 continuation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我本來 在跟一個製片這個窗口 我在台灣 然後他在香港 我在跟他聯繫 很多細節的事情 就是說什麼時候要去 然後酬勞 然後什麼住宿 然後怎麼飛什麼什麼的 OK 聯絡了很久 OK 全部東西講好了 談定了 deal 他說OK 那你可以飛來香港了 我們要來簽約了 什麼什麼的 好 我就飛去了 結果飛去之後我要找那個 原來那個窗口 找了兩天 找不到人了 消失了一樣 我想說我那是跟鬼談嗎 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終於有人出現了 有人結果就回我了 結果結果也是一個女的 但是他一回的時候 他的這個整個attitude 就是比較 比較強的感覺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我就 OK 然後我就 他就說 你們之前談的 就是 都不算了 一筆勾銷 就是那個人 因為他的這個意向 私人因素 他已經離開了 所以你現在重新要跟我來 來談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然後也有點不被尊重 你知道嗎 因為我再等下我也才跟 黎明大哥拍完一個電影 然後過來這邊 然後怎麼把我搞得好像一副就是 你知道那種感覺就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的這個感覺 就是不大好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旁邊 有美國來的朋友 他們銀行業的 然後他們聽到我在那邊 控訴這個事情 那你知道美國人呢 又是銀行業的 他們就是公私公辦 他一聽你這樣不行 那你要去跟他爭啊 你要去跟他談說 你本來講的一在哪裡了 這為什麼變成二 那三呢怎麼樣 他說你要去跟他講 那因為那時候我旁邊也沒有經紀人 然後我想說我聽就覺得有道理 他們講也沒有錯 我就這樣子去有點 就跟那個製片這樣子講 OK 結果那個製片就不爽了 他就覺得好像冒犯到他了 結果好死不死 因為我們都電話聯絡的 好死不死他是製片的頭 製片的頭等於就是說 我好像就是得罪到他了 因為我本來不曉得他是什麼身分 然後得罪到他之後 他就也不爽 他說那那個沒有關係 這次這個角色 我們就不請你來演了 就要換角就對了 我當時我就很驚訝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我還親自打給 楊子熊姐姐 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 大家私底下還滿常互動的 就是常常吃飯 喝酒 就是像好朋友這樣子 我想說那我應該問他 應該就你知道水落石出 結果打給他 我記得這個禮拜六的晚上 然後大概就是那種 晚上七點多 我打給他 然後他就說 那個我現在在跟朋友吃飯 那那個我不好意思 跟你講這個事情這樣子 那我這樣一聽 我也就知道意思了 因為本來這個選角Casting 就是比較屬於製片組的事情 對 那就因為這樣子 我等於就基本上那時候就是 因為那個電影公司 是那時候香港數一數二的 所以我得罪了他們 所以那時候也就相對就是被 香港電影界給封殺了 對 所以就是一個滿 意氣用事 得不償失的一個事情 所以你現在改的姿態 會放得很低嗎 現在姿態是低到 對 屍體有多低 你剛剛都很在嗎 現在在的 建攝影棚是伏伏前進進來 對 然後膝蓋還有點那個 膝蓋還有點紅腫 因為以前可能一開始比較順遂 然後就跟一些很大牌的 你知道就是A咖 就是有合作過 然後就跟他們演 他們旁邊的配角 然後去拍電影 覺得是一個很自然 發生的一個事情 那直到你後來就說 原來要爭取到拍個電影的 一個角色是如此的困難 是 對 那後來就有一次 因為孫蓬蓬哥 他要找我去談一個節目的事情 然後我去了一個公司 就像那個公司 我本來在談這個節目的事情 然後我就剛好發現說 這電影 這是一個電影公司 然後旁邊有個會議室 他們都正在就是說開會 然後是那個角頭二 那部電影 正準備要在籌備中這樣子 結果我一看到這個 我說Chance來了 對... Chance來了 然後我就毛遂之久 跟鵬哥說 我不好意思 不曉得那個 他們那邊還有沒有角色 可不可以去參加這樣子 那鵬哥也就很有意氣 他就沒關係 我認識電影公司的老闆 那我去跟鵬哥講一聲 當下馬上就講 然後他們就看看 可以喔 還可以有需要角色喔 OK 結果我就得到去拍 角頭二的機會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認識了那個龍哥 宗趙龍龍哥 對 因為私底下 大家也常互動 也合得來 喝兩杯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他有一次就是 因為他本來要去 那個恆殿拍孫悟空 對 就要說 一月份冰天雪 太冷了 他說不然國豪 我推薦你 你去吧 那演什麼 對 去演孫悟空 主角耶 對 所以等於就是說 有機會就是說 就是姿態放得很低 然後你去演到角頭二 然後因為龍哥看你表現不錯 他又把你推薦到 大陸去拍孫悟空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這個姿態低 是滿重要的 就是夠謙虛啦 真的 要經營人際關係 一開始沒有經營嘛 人際關係 所以一下子 一開始 對 有點就是說 一開始太順利了 對 你以為跟A咖在一起 你就變A咖了 對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 你根本還是那個 Z咖 對 太遠了 OK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